刚才Linzen知道其实已经提到了说 4年面5年这个备战过程当中 包括你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你其实谈到过说这5年其实是担惊受怕的这5年 可能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管是观众也好 还是说乒乓球迷他不太了解的在这5年当中 我们的备战当中到底发生过哪些事情 你能不能想要的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您眼中的这5年 或您眼中的疫情之后的备战 首先我们将近两年没回国家 其实咱们反正听来就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就是 而且全都是在不确定的 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去准备这些事情 就是当时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说准备一下奥运会 咱们过去乒乓队有个传统 就是在奥运准备打赛的时候 咱们要有一百个怎么办 就是把那些困难 大家从运动员到交连 都一起集思广益 去各种困难怎么去准备 后来我想这次全部是 就是不知道什么是 预测不了的困难 最大的就是我们最大 不可预测性是我们最大的困难 就是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的列表都不知道该怎么列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包括一些细节 就是我们按每次非常周期 我们可能有大的周期和阶段 大的一年的计划 包括阶段计划 包括周期非常仔细 在封闭续战的时候 我们都是倒计式的 从比赛的那天往回推的 所以每天都是应该干什么 每天做什么 都是有严格的规章制住的 你现在你有很多的困难 你都不知道去哪 你不知道在哪能待 所以有很多事情 其实还是挺难弄的 嗯